喂 大家好 Are you ready? 講到香港養馬大家族 又怎可以不提以蕭白軍為修的蕭士一家人呢? 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 從事汽車和家電零部件製作生意的蕭白軍 他和兩個兒子蕭健平蕭健身 和女兒蕭健盈 兩個媳婦蕭良曉冰和蕭陽顯亭 組成了龐大的團隊 自從二十幾年前開始 他們在香港合計養馬數目至今達到八十匹左右 多區更熟分級賽冠軍 堪稱豪華養馬家族 蕭士一家能夠成為現時圈內知名養馬家族 一切由二十幾年前 一匹由爸爸蕭白軍 和友人合夥養友的自家飛開始 這匹在2002年4月首次上陣的自購新馬 其貌不揚但打造出標並戰績 服役五季三十六戰 拿到五貫四雅四季 最高成就是2003年 爆冷用奪四歲馬大賽 香港經典一里賽 逆戰向香港打比 緊敗於香港馬號姓威王 屈居亞軍 累積獎金高達一千三百四十九萬港元 姓威王直軍終點 勝出香港打比 跑第二名自家飛 跑第三名 自家飛的輝煌戰績 似乎延起了蕭白軍的養馬熊心 其後 他幾乎每季不斷地引進新馬 後來更加帶動家族成員一起養馬 蕭家軍在澳洲新南威爾斯省 自設面積達到50英帽的牧場 最終形成現時的龐大規模 若過以一間公司去比喻 蕭家軍養馬已經上了軌道 而領軍靈魂人物蕭白軍 養馬超過二十年 是他家族之力最深一元 名下賽區曾經為他奪獎無數 好似向知二馬匯杯 知三王太后紀念杯 和一月杯楊威的英雄 沒什麼特別的 身體都很好 那就是先一輪 我想一轉天氣冷了一點 好完 沒什麼 那隻馬在外地跑二千四 大摩的意見 那隻馬應該是 越長越好 2015年 港澳杯冠軍魔法紅情 2010年馬匯杯盟主魔法環影等等 提到養馬成就 蕭家二代蕭劍新夫婦 似乎又更勝一籌 他一不懂搶頭 他一前面沒有東西 他就自己好像自動波一樣跑 他就不喜歡有馬在他前面阻礙 或者隔壁有東西 他就會有壓力 就會不去 他自己去到最高的位置 所以 蕭劍新名下馬克羅斯 貴為2017年一級賽香港杯冠軍 該將12匹參試馬 跑二師米一級賽 馬克羅斯原土荒頭 雖然最後直路上 受到明月千里力逼 但他越放越有 最終以2分01秒63率先衝線 2.25馬位勝出 接近終點馬克羅斯 贏出香港杯 一方到底 跑第二名名月千里 第三名的馬 替造服役生涯最大成就 並且為講爭光 其下馬克羅斯再贏兩次之一 香港金杯 和之三婦女銀袋等大賽 總獎金接近4千萬港元 而在2015年首季 首三戰全勝的奧斯卡 更是蕭氏自家培育的出品 這隻馬運港服役五季 獲得六貫一雅三季成績 累積獎金接近1千萬 為這個養馬大家族省嶺招牌 至於蕭劍新太太蕭陽顯亭 養馬運絕對不給丈夫藥 名下都出過G1董事杯 女王銀禧紀念杯 之二馬會一里禁標冠軍 七戰良區夏威夷 亦為蕭家添上一份光彩 大公子蕭劍平 是馬圈裏知名的養馬二代 自從做過馬主之後 積極參與賽馬運動 至今過日名下養馬多達18匹 當中憑月格哥兒 贏過兩場大賽 皇太后紀念杯和貞興杯 而太太蕭良妖兵 暫時養過4匹馬 現役有5歲自購馬 三賢兩院來自南非 蕭劍營歷年在香港養過10隻馬 成就最高是卡達勝 這隻外爾蘭自購馬 來香港之後40戰 成績4餘45貴 獲得獎金超過800萬 卡達勝最高成就 就是贏出2011年 1,600米之二馬匯一里錦標 蕭劍營以示名下兩區 是鐵木兒和家磚3 鐵木兒在香港服役4位 暫時成績4貫6貴 獲得獎金超過600萬 至於街戰三就十五戰全敗 最厲害跑兩隻第五 獲得10萬元獎金 超市成員 超市成員現時手握13區 是目前香港養馬量最多的家族之一 而他們海外養馬量也不少 獎台是蕭百歸名下的極地豐富 曾經於2017和2018年代表英國來香港參加國際賽 而較遠的就有克曼尼以美國代表馬身份 出戰2009年香港平賽事 肖家在賽馬事業上多年負心經營 單計養馬費 每個月已經是一筆很龐大的開支 今季這系馬成績緊縮一般 暫時只是憑著梵哥兒和黃金甲 兩隻馬向菊草和泥地各營一場 相信都令不少人大跌眼鏡 加上近期亦都有在香港一出即勝的馬寶兄弟退役 更加令人可惜 不過旗下新兵已經整裝待發 隨時可以幫肖家追訴 好像南非一級賽好望國堅來冠軍金戈爾 郵來已經熱身三場 等适應香港環境之後 有力一顯身架 跨道口 向英國五戰傳上名 拿到兩半一壓兩跪 來香港之後 首兩戰草地 成為大nam滿 也路過好走勢 向三八不乏用武之地 還有波爾多 向英國一出即勝後 赤将进军两岁买二级赛 七月锦标跑到亚军 潜力绝对不简单 假以时日 分分钟是萧家大赛重要筹码 另外身处低班的佳砖三 评分不断下调 以时有岁位作出反弹 不失为争分期指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没了〔〔买经后 不懂跑马 都没有动物 阿姐 人家排位版 赔率版 全部出版了 你不是还没买吗 什么阿姐啊 我很年轻的 我叫Paris 巴黎 对 全彩十二版 诶 这个人这么像你 对 人人都叫我跑马地言 全彩十二版 七情往直 全部落齊 原班人馬 原汁原味 全都夠專業 排位版 陪旅版都出了 你不是不買 記得捧場